为了行销甘甜多汁的上将梨 三星乡农会呢 今天在童晚节的园区举办 梨琴蜜翼来吃梨的活动 还邀请了秘鲁表演团队 来参与吃梨子的游戏 并且致证上将梨给团员 来展现宜兰人的热情 为了行销优质的上将梨 三星农会今天特别来到 童晚节园区 让游客免费试吃香甜 好滋味的上将梨 希望借此打响三星上将梨的知名度 增加农民收益 今天正式三星上将梨盛产的季节 然后三星地区农会 跟我们前的副议长陈文昌先生 为了照顾我们三星的梨龙 所以今天特别提出机会来这边 将三星最鲜翠多汁的上将梨 再做一个免费试试的一个展示活动 我们主要要来通往这个中庭来行销 要让大家了解说 真正这上将来是一个最好的水果 大家吃就知道 因为这个中庭 这个中庭和我们的现场 很多是外面的人 包括台北南部的人 让他吃之后 希望他知道这个东西 上将来好吃之后 他可以来三星这桌 来三星吃上将来 来三星跟我们来的高官上将来 此外现场还邀请秘鲁表演团队 参与吃梨子的游戏 秘鲁团员说 虽然他们家乡也有生产梨子 不过没有上将梨好吃 他们也说 上将梨不但香脆 而且鲜甜多汁 一吃就上瘾 它们说有在梨里面有梨子 但是它是不一样的 它们在那边的话是绿色的 然后比较长一样 但是味道是一样的 有这么好吃吗 这个是最好吃的吗 它说果然跟这个很像 三星农会指出 今年上将梨总产量约可达840公顿 产期可以延续到9月份 平均甜度是11度 想要尝鲜的民众 可要把握机会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